市長 微詢 其實您剛講的一個概念是對的 就是說我們過去所謂的發配邊疆的這種想法 現在已經不合時宜 姑且不論說這個偏遠地方的這個公務機關 或是教育機關更需要優秀的人去做 姑且不論說偏遠地區的這個公務機關或教育機關 是跟這個都市地區的一樣 那我覺得是偏遠地區還是更需要 國家或是政府更多的這個關注 所以才需要更好的更優秀的 我們完全贊同 我們很希望培養教育使懷者 你過去有沒有去偏遠機關認識過的經驗 我就是偏遠地區出來的 所以我的內心啊 我在宗教師服務的時候就倡導一個教育使懷者 就是希望這些未來當老師的 至少每個學期要有36小時 為弱勢地區、弱勢家庭 免費服務 所以有沒有落實 現在獲得很多師資培育大學的響應 響應 結果呢 那個人次相當多 就是說他們會讓他們的學生去偏遠地方 做義務家教的意思 義務的這個服務 義務服務 那應該落實為這個教育部的既定政策 而不是讓學校自行響應 我們這一次修那個師資培育的工會生的分花 培育辦法 裡面就有一條 希望未偏遠地區培養這樣的優秀的人才 具體的做法是怎樣 具體的做法就是優秀的這些工會學生 在學期間要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他要到他原來提報的縣市 服務若干年 然後才有自由調動的權利 所以說我覺得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我們現在的現行的這個制度裡面 工費學生應該還有多少位 現在已經是各位數了 詳細的數據請原諒我沒有帶在身邊 不過很少了 現在已經完全是智慧為主 將來呢 將來會完全取消嗎 還是說工會制度會因應說 特別偏遠跟離島 會 這個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修那個工會生的那個分花 培育辦法的有關條文 就把這樣的一個意思表達進去 將來國家特有的課程 特有的類科以及特殊的地區 我們都會在這個地方來著眼 但是要保證品質 要保證那個他的精神 服務的精神 那我知道是蠻好奇 現在最熱門的在所謂醫學 醫學教育體系裡面 現在工費生的制度的存在與否 現在事情是怎樣 我的理解是衛生署還留有工會醫學生的培育制度 所以你看喔 這個其實 其實在現在的這個情形裡面 就是說當教師的 如果他是工費教育 他是工費 他的工作比較容易得到確保 在過去也是 過去是完全都是工費的 沒有自費 但自從自費制度開啟之後 這個 這個 慢慢慢慢的工費生越來越少 但是我們就是知道說工費生他畢業後 就直接可以分發去的 就是這個 就不用擔心 用這個制度啊 來讓這個比較優秀的人 因為其實工費生呢 如果單純用分數來決定 或是來做一個指標之一 來評鑑哪些是分數比較高的 可能就比較優一點點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這樣子 藉著這樣的工費制度的提起 是可以讓比較優 優一點點的這個 這個老師的考生啦 老師啦 來 一方面保障他的工作 但是他要去比較偏遠 那你這個年限 服務的年限是多久 在我那個年代 我們都要服務 沒有啊 就現在這個年代 現在 他 他被培育的那個年限是四年 是不是 加上 所以原則上是四年 沒有辦法 依照他工費的年限 沒有辦法再稍微延長一點 因為不僅是工費的 不僅是工費的這個 這個年限而已 因為他取得了 除了這四年的 領取的這四年的工費之外 他還取得一個 萬金難求的教師資格 跟一個工作保障 職位啦 不是教師資格 教師資格去考就有了 但是職位的保障 這個部分 我覺得其實 您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當醫學生 醫學生他受七年的醫學教育 他領取七年的工費 所以他服務七年 這是可以了解的 但是因為醫學生 是大家急著想去自費開業 那樣子的情形的情況下 這個工費生 留他七年零七年給錢 但是教師喔 是不一樣的 他除了領取四年的工費之外 他取得一個 你看現在多少流浪教師啊 你如果讓流浪教師去開放 開放一個說的比較 嗯 說的比較不順的喔 你開放去競標 有人跟你講 我一輩子都到這個偏遠地區 你只要給我一個教師的職位 我覺得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 您事實上是可以考慮 就是不單純以這個四年的工費之路 因為但是這個部分 是在招生簡章就要響列 會 就要清楚 所以我覺得其實 如果說要從偏遠地區 不要讓偏遠地區覺得說 啊 老師來了三年四年就走了 老師來了三年四年就走了 這是目前很值得關心的 甚至於他 譬如說他來一年 他就調到一個屬於 還屬於偏遠地區 但是事實上是已經比較開發了 或事實上比較不那麼偏遠 這種現象現在比較不偏鄉的 所以流動率 其實工費生之間 在所謂的偏鄉地區之間 流動率還是有的 有 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是 是如果教育部有這個心 還維持這個所謂個位數的這個 這個工費生的話 你還是可以考慮適度的這個 這個延長他服務的這個年限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相對的可以 某種程度可以再確保 這個他的流動率不要那麼快 然後他的服務事實上是比較有效 因為其實你領取幾年工費 在他取的這個職位 都一樣 他本來就是 這已經在這個體制內的保障 只是說我們希望 或是在這個區域上的 能夠讓他更好 因為相對 他會被視為是優秀的 學校希望是 學校的優質化或者均質化 師資這個地方要列為非常重要的 某種程度 你如果一個老師在一個地方 一定要待二十年三十年 坦白講也不是很好 對 但是如果流動率過快了一兩年 也不好 一年半載就欠來欠去 坦白講對學生對老師都不是很好 對學校來講也不是很好 對學區學生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貢獻也不會很大 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必須要同意 這個如果這個停聘的部分 停聘期間不發給這個半數的本薪 拜奉 這部分我來講 我們是是同意的 但是如果他將來確定是無罪的話 你只是把他的這個 這個本薪全數發還 要補回 但是如果他 他將來這個官司的確定 是兩三年三五年 你要不要加計利息給人家 你要不要加計利息給人家 你說現在講的是全然的公平 你現在既然就停發了 停發了之後 他在這個官司訴訟 那你如果說依照這個法 這個法的精神來講 你只返還本薪 那你加不加計 很多到時候 你在實務上來講 法院經過法院的判 的判決 這個很多部分是要加 過去我說 被告跟原告雙方 哪一方勝訴的 另一方是要 除了該積欠的部分給人家 工資啊 這個勞工訴訟的工資 是要加計利息的 上次前 前 前 上個禮拜 有這個高鐵的員工 告營公司 就是因為他跑去駕駛室裡面 公司把它開除 那是要加計利息 他要求公司 那個法院要求公司 除了返還本金 都要加計利息 所以這部分 希望說 將來如果再修法的時候 要 因為法律要求圓 比較圓滿 要嚴謹一點 所以這部分 似乎是可以考慮 是謝謝委員指教 不過現在公布完 被停止 那個也 那個 那個薪水也沒有加計利息 如果回復的時候 補花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制度上的一個問題 這個地方我們會做橫評的考慮 也謝謝委員這方面的指教 謝謝市長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您 謝謝黃委員質詢